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为你带来的 全皇98C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依旧是无线系 没错 由1P的登城队认识的巴神月 双方三位选择的想三比赛 首发哈迪伦对小草 巴神月这局运气非常不错 这草提琴呢 是巴神月EX模式的助力之一 没错 看一下这边下笔胆点荒药 都要开始连段走 我们看一下这两位整活 高手还能整出什么样的滑活 拭目以待 第三这边 开始了这小草疯狂的高跳 就是挡着自己的熟练度高 动神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在这边吸血吸中 可以的 好吧 这边逆向发布 还是被跳到逆向 逆向的逆向 没错 不是怼过去还剩一丝血 看小草这边 哎呦好的 动神一顿的前前CD 可惜这下超杀没接上 再一波前前CD 怎么说 超杀裸再裸 哎呦 还是裸中了 怎么说能秒吗 能不能秒 秒 哎哎哎 发生什么事 哦 好吧 还是被插死的 这可以说是英国的 插的死亡子 对吧 插的都死 死不死都差 对吧 看一下这边 发生一个 二发出场的 草地柴州 看一下 雾位子 复仇 一撕血 就小心 就知道 对手要裸 直接大射体 还一下 漂亮 帅气 两边可以说 节目效果拉满 没错 看一下灯神这边 二发出场的 阵源斋 两边都是玩火的高手 对手 侧身闪躲开对手的压制 请求一波机会 普通头其实连断 但是由于是无限气 还不好说 漂亮这手 以为要追加普通头 结果是个延迟的 下壁点二则 下也再点二则 反正压制 连续的前前 卡针下A 对手根本动不了 重杀最空 但是要被缺乏 好吧 这下打点过高 可惜了 这下AB侧身闪躲在了 初一 躲不过15 还剩一字剑 那个大手之间罗 但是要被缺乏 人家AB躲开火焰的范围 还剩一丝鞋 怎么说 蓄力大蛇剃 要缺乏 我直接对 漂亮 双方都剩一丝鞋 哎呀 拆手这个大蛇剃 还是猛 蓄力大蛇剃 对吧 蓄力更远 没错 攻击段数呢 也会更多 看一下灯神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 叫什么 卢卡尔 卢卡尔 好家伙 手房又开始 护对抽杀 走 哎呦 再走 大蛇帝怼出来的 是一匹果断交强反 可以的 这波恐怕用强反 带走对手了 毕竟是无限器 再来 凯撒波 再来凯撒波 去离凯撒波 但是二匹 还有机会吗 大蛇帝直接怼 哎呀 要被缺乏了 这个老龙呢 是一个普通 卢卡尔 并不吃 欧米嘎 卢卡尔 就是 没有吸收 大蛇之力的 卢卡尔 他这个凯撒波 是超杀 并不吃 普通技能 没错 开始了 八学最后一个大猪 可能有点难打 没错 但是这边 转锤 好家伙 反驳 可以的 来了 双方打起 乒乓球 但这边好 再蓄力 哦 叶峰在天 可以 叶峰在天 两次叶峰在天 三次叶峰在天 还剩一丝鞋 一匹无奈 交出强反 但这个强反 并没有缺反到最少 安逆强来了 凯撒波 狂轰 但这下第三是没有接上 你最后一下 有个转锤 可以反驳 哎呀 好家伙 比分零比 那看下一局 看来这场比赛呢 节目效果 势必会比较充足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两位高手 还能再玩出 什么样的花火 比分零比 这刚刚打完第一局 我们还有 可以的 巴神月是一局 随机到巴神 但是这EX模式的 暴走巴神 可能不太行 巴神月果断 放在第一位 而且看这个出场姿势 是普通巴神 没错 话就被直接撂 漂亮 不愧是最强飞行道具 可以的再反驳 看一下这边 还是被步驻猴 找到机会 看一下巴神怎么想 哎好 大跳百科折 可以的 爪痴生龙爪痴 蓄力发酒杯 来 跳ZD漂亮 三连跳ZD 再接巴之女 帅气 巴神月不单单对 暴走巴神啊 普通巴神的连招 也是信手念来 漂亮 远C取消 光速的葵花两段 而且是小葵花 没错 这波应该是想 卡血量 秀一个黑光 但是没有秀出来 可惜了 看一下灯神这边 能否稳住 这手 进去加翻 前跳谁被生龙顶开 把酒杯撂上 但是这边没有行声连段 可惜了 有点小失误 但是没关系 这边放置了 葵花第二段 还是怼中的一批的乱斗 战CP起手 爪痴生龙爪痴 跳ZD又没有连上 没关系 还能继续 这看得出来 这普通巴神的连招 需要一定的木鸭 漂亮 让这手大跳百合者以后 一批蹲姿 再来一波小跳百合者 哎呦 葵花三世 带扫 我的天 这八神玩的是炉火春青 不愧是八神月 名副其实 没错 看下东城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 暴走链纳 这个速度 看下八神要不要选择暴走 暴走的话 这个速度确实难以匹敌 这手跳Z 再来一波速中跳Z 人招连上 旋转火花 直接怼 但是带不走 带不走是肯定的 哎呦 这下还好 没有被血反 哎呦 八神这边 尝试的裸了一下 没有裸中 但是一批血反也失误 MAX8就被直接撩漂亮 但是一批交出强反 但是八神月已经算计在内了 完全猜中 你想做什么了 再一波MAX8就被 再一波MAX8就被 疯狂撩MAX8就被 那一批肯定不能通过AB找机会 只能硬防 哟哟哟哟哟 还好还好 好吧 这手发波 可惜了 失误了 这下八神月应该是想前走抓卸风 但是失误了 紧张了 只发了一个波 看一下这边 村神闪躲开对手的下臂电杀 反抓一波指定头 感觉八神月这手AB村神闪玩的 也不比登神差 呦 可以的 抱着耳环开落 开始无限发波 哎呦 这天脸阵下是想做什么呀 枪反交出来吧 这还不交吗 还不交 可以 东神难道想等这个血条闪动 哦 MAX双杀没有裸中 但是没关系 二批确凡事物又给一批裸杀的机会 我开始了 无限MAX微信金具 手刀取消红光 漂亮 不愧是灯神 操作就是秀 看一下八神月这边能否顶住 这道不知火 哦呦 还好 这下第二段的必杀忍风怼中了 不然要被缺反 没错 不知火 这个必杀忍风确实比较难拿捏 他这个攻击 对吧 怎么说呢 第二下来的太慢了一点 一笔强反 但是好 八神月无奈强反 但这个强反反空了 但是灯神失误了 哎呀 这完全是 对吧 手练度的问题 每次超杀对空 但是双方相杀 VG金具 漂亮 这首VG金具 玩得太帅了 这是视觉盛宴 这个对吧 超杀那个闪光 疯狂的闪 没错 好像来到了低厅 有那位了 没错 又这局八神月 老卢再加上小草 好吧 双方都有小草 但是灯神这边手底有一个king 两边都有自己的 对吧 喜欢的角色 看一下手法 大猪对小草 老生龙取消 仓鬼取消 龙蛇毒的毒 漂亮 带他奈洛则中了 这一套 再一波后后前跳 这是小草的经典日则套路 通过后后呢 调整跟对手的位置 再通过前跳呢 去让对手猜胜逆则 光速秒杀 没办法 这局灯神用的大猪呢 也是八神月的主力 没错 可以说是秀才遇上兵 有点说不清了 知己知彼嘛 对吧 看一下双方小草内战 可以的 没想到98C里 还能见到小草内战 战C防空 这首奈洛尻导 漂亮这手 二则 nice 哇 这下连我也认为 对吧 是一波 补充的连段 一些补充头 或怎样的 但是没想到 是一波七速不知改的 一个二则 这手好家伙 八神月开始秀了 还有黄咬虚黄 点下盘 二则责重 一笔知道 环石比神 好家伙 休息来了 各种的锻炼 尾连 假动作 为的就是搞你心态 没错 那看一下灯神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 听 这King可是 灯神的主力哦 哎好的 这手像奈洛逆向 但是打顶过高 被一笔下心脚 从地上 也躲开了空压地的 判定 一波反之 那这无限气的King 可谓是非常恐怖的 对吧 即使用灯石打法 强打呢 伤害也是看得到 这下 开局 八神月直接裸 哦 再裸 这一下算是强打 但是无所谓 对吧 无限气嘛 还漂亮 这手小影跳CD的逆向 哇 太帅了 八神月 好家伙 灯神这边想战CD 魔奖 直接被裸了过来 八神月直接放飞自我 对吧 反正你是最后一个角色 我赌得起 跳CD 那一瓶无奈 交出强反 灯神这边应该要用灯石打法了 没错 这灯石打法 此时不用 更待合适 对吧 现在必须要一蹲狠奏 走 好 开始吧 这不用多说了 一个烧杀就打一下 这要打好多下 没错 反正根据我的计算 这怎么也得打四十多秒吧 差不多了 四十多秒我都感觉高估了 都低估了 为什么能这么多 慢慢打 慢慢打 空中赛取消 这毕竟是无限器啊 所以说所谓的规则什么的 本来就没有什么限定啊 直接走 一百七十五年空中赛取消 快来登城市铁了心 要一套带走对手了 没错 送走了 看一下八神月这边 最后一个收敌的老炉 看一下八神月用老炉来收敌 有什么样的深意吧 跳C的高打低 但这边巨人压杀没有接上 距离太远了 疯狂护修A币 前前中队找到一波机会好 搬到板边巨人压杀吗 好吧 一臂直接交出强反 结果八神又要用灯式打法了 没错 现在八神月面对两个选择 一个是直接用强反反强反 一个就是等对手失误 很明显我觉得前者更好一点 现在已经半血多交调的八神月 如果还抽出不前的话 或者说还有第三种选择 就是八神月等血条闪动 你比赤道环石比身 没错 古迹灯神 此时此刻也意识到了 八神月要不要抢反呢 现在 还不抢反吗 还不抢反吗 这 我的天 现在如果不抢反的话 好 八神月终于忍不住了 终于忍不住了 八神月表示说 你也打累了 也该晚了吧 来了 两边开始搬远 走 我让你玩 喜欢玩 八神月表示 我就喜欢看你这种 乌乱打鼠一场空的感觉 比分一比二 那看下一局 那确实没办法 对吧 只要你的枪反先交了呢 那这样的话 灯神很难受 打了半天白打 这局随即到了 不住火运局不错 八神月这边就一般 虽然有个雅典娜吧 但是 确实 没有这个不住火 舒服啊 好 超杀对风 漂亮 再来 第二下就是摸将 不知道能不能连上 反正直接怼 也不可能缺乏我 哦呦 空空意识特别到位 灯神好像跳不过去 要不要考虑直接裸超杀呢 裸那个大波 死亡能卷风 我觉得可以哦 好 说来就来 RB原地上是高跳付出 惨重代价 这波应该是要没了 直接送走 人山亚索有双风 对吧 落地双风 这灯神有三风 开下八神月这边 好吧 这个信价放开启就被揍 走 活动 但是这下没连上 灯神马上写条闪动 这下必须带他走 八神月好难受了 哎呀 我已经猜到了 果不其然的灯神又开始了 就等自己的血条闪动 没错 走 这波又要用灯石打法 直接带对手走 希望不要失误啊 看起来并不会 因为难度并不是很高 好 选择换一个姿势 走 第三个 哎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八神月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雅典娜 这局面对反三的局面啊 而且灯神手里是一个不出火舞的 村神闪被逮个正勺 难受 这手ab 尴尬了 尴尬了 我也打中招啊 好的 这还不交强反吗 八神月要直接被穿三了 八神月有自己的想法 手里虽然捏着想反 但自己的血量太少了 但是被ab寸寸然躲开对手的超杀 选择用超杀 对超杀 没错 好的 弄火一条带走 还带不走 八神月的心脏是真大啊 我只能说 不急 来 罗伊比躲开 你走 弃飞吧 对吧 看一下灯神这边 日发出场的 不出火 来 开始一个嘲讽 转换模式 但这边八神月可以反驳 好的空中超杀凤凰剑 好瞎活 怎么说 这手招伤影子要被血反 滑驳 跳西地 跳西地 空中再取消 这不应该是一套带走 但这个连短失误的 下行脚接指定头 哎呦 尴尬了 这个失误 还好 这灯神失误也不小 这下八神月选择枪打 主要是担心 哦呦 哇 这都行 哇 秀了一波红光 八神月从不吃亏 没错 刚才这手指定头 竟然把一批的MAX 超地杀忍风 都给抓了回去 这不愧是二针指定头 这个无敌针 确实夸张 好 双方同时对 但是好吧 还是对不过灯神这手 龙虎乱舞 开始了 反驳开始 要乒乓球了吗 波动走 哎 这手指定 故意蓄了一下力 但这下 哦呦 这下这样没有拼过 那八神月可以取消了呀 东神强反交出来吧 等一下又尴尬了 东神交出强反以后 八神月再用强反反强反 死的还是东神啊 可以 那无奈也只能交强反了 你不反的话 直接没了 一点希望都没有 没错 但是即使反了 我觉得也没有希望啊 八神月就是提高一筹 没错 这波应该是稳稳带走 跳CD 再来超杀 再上等取消吧 没有直接秒了 再次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八神月这一下强反用的太好了